记者黄杰台北报道,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首创123联合拍卖日,今天是今年度最后一场拍卖,因圣诞节即将到来,许多民众也抱持买礼物的心情,到拍卖会常见添移,行政执行署统计,全国各分属进共为国库追回6116万余元。 其中最盛大的一场是台北分数,在法务部前广场举办,名牌的真皮鸵鸟包最低才卖2000元,很快就被抢购一空,不过,数度流标的直升机依然未受青睐,今天人未拍出。 士林分属拍卖标的包括等身大小的拉拉熊,原子小金刚布偶,还有Gocky,Prada,PUMA,Playboy等的名牌眼镜,以及各式各样的浴室,此外,枪手标的还包括阳性商业银行,台北商旅,庆城股票,和汐止区的房产,土地。 士林分属指出,拉拉熊,原子小金刚分别以2万元,14000元拍出,汪拍标价1万多元的名牌眼镜,也一二。 五折超低价2900元卖出,系纸区土地及件物两笔,共以347万余元拍出,玉室也卖出21件,总计拍的3793663元。